9月23号 嘉影会及2015七二世年华战略发布会在京举行 著名导演程晓东以及韩国导演金基德携手亮相 畅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金基德作为韩国国宝级导演 也十分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 提到中国演员金基德竟如属嘉珍般地打开画匣子 还有王小帅导演 博智良 包括陆川导演的一些成名作品 导演都非常喜欢 然后他如果看这些电影作品 他能够深深感觉到自己情中学到的非常多的恩情 而且他觉得看了之后呢 就是自己也渐渐了解了一些中国的人合适 近年中国影片少不了邀请国际导演和团队加盟 而作为韩国导演 金基德也早有来华拍电影的计划 选决的工作早就展开了 我认为在中国呢 有很多正能量的女演员 包括像龚迪啊 张弗等一些那种团队的演员 但是这些演员呢 不是说我想跟他们合作 我们就能合作 是要他觉得我的作品不错 那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合作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一些新人演员 因为现在很多不错的新人演员 然后会有正能量的这些演员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可以往这旁边跑 又不全于乐 北京报道 9月23号 嘉影会及2015七二世年华战略发布会在京举行 著名导演陈晓东 以及韩国导演金基德携手亮相 唱谈中国电影的发展 金基德作为韩国国宝级导演 也十分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 提到中国演员 金基德竟如属嘉珍般地打开画匣子 第一次唱中国的电影呢 就是张力欧导演的红高梁 然后之后 包括一些像比较有名的贾江科导演 还有龙烈导演 还有王小帅导演 博智良 包括陆川导演的一些成名作品 导演都非常喜欢 然后他如果看了这些电影作品 他能够 深深感觉到自己情中学到非常多的恩情 而且他觉得看了之后呢 就是自己也渐渐了解了一些中国的人合适 近年 中国影片少不了邀请国际导演和团队加盟 而作为韩国导演 金基德也早有来华拍电影的计划 选角的工作早就展开了 我认为在中国呢 有很多正能量的女演员 包括像龚厅 张国等一些那种软软的演员 但是这些演员呢 不是说我想跟他们合作 我们就能合作 是要他觉得我的作品不错 那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合作 然后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一些新人演员 因为现在很多不错的新人演员 然后会有正能量的这些演员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可以往这方面走 又不全于乐 本今报道